民進黨學乖了 所以他們一方面 左手清理國民黨的黨產 右手學乖了 他們不會搞黨產 他們搞一招什麼呢 叫做全家就是我家 他把他的所有執政縣市 跟各部會拿來作為洗錢的管道 就是執政縣市 就去分配光電爐渣的利益 然後分配到我的人的手上 繞一圈 我根本不用成立一個 附水組織來吸金 我就利用我執政的縣市 跟我執政的部會 直接跟民間洗一次錢 洗到我要洗到的人的口袋裡面去 然後大家再來分 這是民進黨這八年的手法 你會從台灣的光電啊 什麼爐渣啊這一切東西 你發現一個事實 就是以前我們在罵國民黨 國民黨是弄一些黨產 把國家的錢呢 溢住黨產 然後把黨產的錢呢 洗到自己的黨員跟權貴的身上 然後A為己有 所以我們當時大力的抨擊 救國團 複聯會 這些所謂的黨產成立的 就是國庫成立的黨庫 因為台灣真的不需要一個政黨 擁有這麼多的錢 還有這麼多的附水組織嗎 好 民進黨學乖了 所以他們一方面 左手清理國民黨的黨產 右手學乖了 他們不會搞黨產 他們搞一招什麼呢 叫做全家就是我家 他把他的所有執政縣市 跟各部會 拿來作為洗錢的管道 然後就是執政縣市 就去分配光電爐渣的利益 然後分配到我的人的手上 繞一圈 我根本不用成立一個 附水組織來吸金 我就利用我執政的縣市 跟我執政的部會 直接跟民間洗一次錢 洗到我要洗到的人的 口袋裡面去 然後大家再來分 這是民進黨這八年的手法 各位仔細的去看 從北到南橫跨每一個部會 他們是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拿蛋來洗這件事情 我是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那你看現在畫面上的那個畫面 那個陳其中真的是 你看他那個傲慢的態度 你看他直接把人家麥克風 拿起來往外推對不對 今天如果你所做的事情 無不可告人者 你就坐下來 你就站下來停下來講幾句話 讓記者呢 跑新聞的人呢 有一點回去可以交代 然後你再去做你的事情 我覺得做人應該這樣做 做一個部會首長政務官 這是個基本的尊重民意 所以你應該接受 一定程度的媒體的採訪 或者說法 你看那個態度 還把還在還就是拿那個手 去把人家狠狠的推了一下 OK 今天民進黨洗錢的方式 是透過這個部會跟透過執政的縣市 玩這種所謂的利益輸送 我有一個我們的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他寫了一個簡訊給我 我不知道現在台灣一顆蛋多少錢 慧容知道嗎 我平常如果去超市買的話 一盒大概就是100上下 10顆 對 差不多10顆 就不是那種我說去 特地去那種雜貨店買 那個可能會再更評價一點 或是去市場 我大概平常下班比較晚 去超市比較方便 一盒蛋大概100上下 那我比較可能 不太會去買再低價位一點的 因為有些再低價位一點 我吃了會覺得有點蛋腥味 所以我自己本身不喜歡 我大概買都是100上下 現在130下 已經是很普遍的一個蛋價 甚至有的會標榜 可能它什麼葉黃素啦 這個蛋有怎麼樣特別啦 可能130 140的都還有 你果然是厲害的家庭主婦 通過了抽考 你要是熊熊問我蛋多少錢 我真的講不出來 不是我不買 而是我有一個壞習慣 不是我出身富貴人家 我其實是出身貧寒 但是我買東西 從來沒有再問價錢了 這很慘對不對 拿著直接去結帳了是不是 我不是個會精打細算的人 真的 這就是罵人家 夾幣不夾幣給 就像我這種人 我不是不上菜場 我是上菜場的人 可是我從來不問價錢 很慘 好 以後改進 來 這個網友寫給我的信呢 是說他在彭P48顆蛋 在美金 美國是16塊99 所以相當於在美國一顆蛋是 就是12塊 OK 他說但是在美國 以舊金山灣區來講 因為他住在灣區 這邊的房租大概是4000美金 相當於台幣12萬 所以呢 比例把蛋比上你的 居住的房子的租金 差不多蛋租比是1比1萬 這個還算合理 就他比物價 蛋租比就蛋跟房租的比 是1比1萬 所以他認為在臺灣一個人的房租 應該是4 5萬 就是以差不多那個 兩三房的平數來講 那在灣區你可能就要比 就像灣區你可能要比台北市 要不然就比新北市 所以他說大概是4 5萬 所以如果是萬分之一的話 台灣的蛋價應該在 蛋租比是1比1萬的話 台灣的蛋價應該是 一顆4塊到5塊 哎 不錯喔 這個人的這個市場經濟學 所以台灣的蛋 如果一顆賣到10塊的話 台灣的蛋是正常 應該賣的價錢的兩倍 那各位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是哪個壞蛋 讓我們吃到的蛋這麼貴 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特別有感覺是 近期真的有明顯的 物價有增加的感覺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去買菜 你會去買民生所需的用品的話 因為很多東西近期就是 我覺得蠻頻繁的耶 例如說改了一個新包裝 實際上它容量變少了 那變相漲價嘛 然後或者是說這個東西 它改了一個新包裝 它漲價了 然後大家也知道 你去買餅乾 那個餅乾裡面的那個塑膠盒 空盒子的位置越來越大 實際的東西容量越來越小 就我其實很能直接感覺到 物價一直在增加 那大家普遍的薪資 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但是你各種的房租也在漲 然後各種的消費 就是都在提升 那這件事情就會 面臨很多人會面臨崩 就是家庭的崩盤 家庭的崩壞 經濟整個就崩掉了 你沒辦法啊 因為你可能負荷不過來 支撐不過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台灣的 一個社會亂象 真的從這些事情來的耶 沒有這些莫名其妙 然後呢一些政策 如果你有做一些配套 你早該預估出來 就是說各種你說什麼情流感 然後各種的狀況 導致台灣的一些飲食的 整個產業鏈受到影響 那很多事情其實是 早就可以評估出來的 可是沒有做好啊 你評估出來 不就是要去做預防嗎 那你不去做預防 那你去做這個預測又做什麼 又有何用呢 我只是告訴你說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就一起等死嗎 不大可能是這樣子 這不合理啦 那現在呢 其實大家應該近期也有注意到 包含的是農委會 農業部 然後呢這個環境署 變環境部 對 這些呢 更之前對不對 憑空是多出來一個 術發部 各種的部會 大家都一起升級 升級了之後是怎麼樣呢 大家官變大了 底下的官缺可能也變多了 那彭P 這是不是也是一種 民進黨的操作 就是說大家一起升官發財 反正苦的還是小老百姓 其實民進黨這八年真的是 我真的是有很深刻的感受啦 我覺得真的是倒心逆施 大家要特別防最後的半年喔 這半年喔是打包 這個回家的一個時候 各位還記得幾個月前的那個 調查局的電子檔室 就是電子資料室失火嘛 所有人都說一個任何一個環境 你的電子資料庫的那一間房間 應該是最難起火的地方 結果不是喔 其實就是那一間所謂電子資料室 突然起火 而且火勢竟然迅速 沒有蔓延到其他的地方 就剛好那一間燒完了 就沒了 各位要注意喔 這個現象會在蔡英文的 執政滿清末年 會複製在每一個部會 跟每一個地方 就是在最後打包走人的時候 會呢 會把桌上的所有的這個什麼 什麼湯匙啊這個筷子啊 免洗餐具啊 還有瓜子啊 全部都一掃而空 我覺得今天的在野黨 真的應該要加油了 好好盯住 好好盯住 別的不要講論文門 今天在海外發生 這麼多的包庇的事件 你難道沒有想想說 應該去查一查 台灣的秘密外交 跟那一些不為人知的預算 是怎麼透過洗錢的方式 輸送到這一些 包括歐美國家 才會在這些市值來 落益於途來台灣勒索 那到底有多少錢 透過這種方式 去做不當的賄賂 或者是拿了回扣 這個不是民意代表 要好好查的嗎 在這邊特別感謝 本音音給我們的贊助 董內支持 然後鄭中說 他自己是在銀行任職經理 主管多年進口商 要進口貨物 必須要在銀行 申請進口信用狀額度 然後呢 這個要做了擔保之後 才會無條件付款 那超司 這次做弄雞蛋的這個 資本額才50萬 又是新成立的一人公司 銀行是不可能給他額度的 所以肯定是政府 先給他補貼款 用無本生意的方式 匯款進口 但是超司 他現在就是打死不認啊 他就一直說 他就一直強調說 他就說自己純粹是為了好心 要幫助全台灣 度過這一次的危機 所以他才搞了這一間公司 起來幫大家度過危機的 他的說法是這樣 所以因為之前他自己有一些 進口日本蛋的經驗 所以他可以幫助台灣 化解危機 那我不曉得啊 這個危機化解的就是 蛋現在大家是有得吃 沒有錯啦 也沒那麼難買啦 但是呢 漲就漲了 有些漲了就真的回不去了 你看像很多早餐店啦 或者是各種會需要蛋的 就是他大部分漲價漲了 他是沒有再往回退的喔 就是現在物價不就是這樣啊 物價就是往上漲 沒有回頭路的啊 你說少數佛心電價 他可能幫你再降一點點價 可是那個飛漲上去的普遍 還是就漲上去了 再加上說現在又查到了 有一些進口蛋都是有問題的 那更可怕啦 就這些我們要退還沒得退呢 你要該怎麼辦呢 本來就是減人家剩下的喔 所以這些問題呢 就是彭P一再的跟大家分析 說現在的執政黨 到底做了多少的惡事 而且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這件事情是可以的 那我最後也要跟大家 跟彭P聊一聊 就是講到說賴清德 雖然彭P至今仍然 就是直接下賭注了喔 就到時候賴清德 到底還會不會出現在 選舉公報上面 還是個未知數 但不管怎麼樣現在 大致大家還是認為就是賴清德 所以現在他們的準備選舉的步調 還是往這個方向在走 那大家都在說啦 那賴清德要配誰呢 大家就討論說 他是不是配個蕭米琴啊 最好是一男一女 這樣子做搭配啊 很多人都是這麼說 好不管怎麼配 蔡英文被問到 她就說反正呢 這個優先順序是以候選人本人 他自己去看到底要跟誰搭啦 意思是說啊 我是不會去直接介入插手的 那賴清德想跟誰搭 那就是跟誰搭吧 我尊重他 但是他又講一句說 有需要會幫忙 這句話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後面還講了一句喔 他後面還講了一句說 作為現任總統 相信人民期待選候 都期待選候 然後大家可以整理好心情 那大家可以做下來好溝通 然後講的最關鍵一句話 這句話看似沒什麼 但是我覺得細思極恐 他說不要忘了選候 我還是總統到5月20號 當然他是要講說 啊520前要幹嘛 我都可以幫忙啦 因為我還有總統的 這個位子跟身分嘛 但是他的一個放話就是說 即便1月13號過後 大家不要忘記喔 蔡英文還是總統喔 這句話提醒 彭P你覺得有沒有一些 超乎字面上意思的政治意涵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會震驚關不了 會提醒大家 1月13號到5月20號的 倒數計時 我們會替蔡英文提醒大家 她還是總統 沒有問題 這個毫無疑問 那我覺得 蔡英文現在的精神狀態 應該在面臨崩潰的狀態 每天看著我們在那 淋遲她 然後英國一下又這個244頁 這個每天報兩頁 你說她的心情是什麼 整個串供的過程 被人家這樣子兩天 每天兩頁每天兩頁 這樣報四個月 剛好報到5月20號 然後還有新的東西 還在英國法庭 英國法庭還要好幾個案子 再進行 吃掉一個案子要補三個 她沒完沒了了啦 所以我覺得 等她下台以後 速導胡聲散 有人說她下台以後一定會逃 那逃去哪裡 美國 英國 澳洲 日本 都有論文開箱 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在等她啦 對不對 有人還秀了一個東西給我看 算了 我不要 我不要拿出來給大家看 免得設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反正啦 她絕對不會是一個 在台灣的歷任總統 卸任之後 可以安全下莊的人 她絕對不會是 這個我可以打爆票 至於賴清德會不會是這個 還在選舉公報上呢 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兩個 完全相抵觸的訊息 一個就是台灣的司法 不斷的在對賴清德的 金主 金脈 人脈一直補刀 這件事情我想熟知司法 知道民黨脈絡的人都知道 從南到北 一直對賴清德在補刀 好 那如果我們說 這不是蔡英文幹的 這一定是國民黨幹的 請問 國民黨幹的 民進黨或者英系不能出來阻止嗎 不能站出來一排撂狠話嗎 不能夠去在司法院 或是在其他的機關去做防治嗎 顯然不可能 顯然不可能沒有能力 所以這個訊息告訴我們 在總統府當道的這些人當中 有一股力量 一直在想辦法對付賴清德 可是如果這樣子一直走下去 如果春風叫專案也好 這個計畫也好 當年賴清德怎麼樣去當 國民黨的特務的這件傳聞 我們一直到現在賴清德 或者民進黨陣營 沒有做過任何一句話的 反駁澄清 甚至沒有撂過狠話 只有對什麼論文門 是不是賴清德 這個加入或是罰起的 說過要提告 那說要提告這樣有話 我也不知道提告了沒有 我覺得不要設立那人 你真的要提告就提告 對不對 然後大家來去法庭論理一下 然後來了解一下 到底大家重溫一下 論文門的發源 然後過程跟進度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好 那至於副手是不是蕭美琴 用膝蓋想應該都會知道 不管主帥是誰 蔡英文一定要放她一個閨蜜 在總統府24小時監視這個總統 我想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那至於她故意講的那句話說 哎呀 如果真的需要促成 我會幫忙 這句話就好像 紐約大樓是我蓋的 一樣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蕭美琴是2011年 陪蔡英文去偷渡論文的 五人小組中的關鍵人物 我再講一遍五人小組 還有陳其邁 謝志偉 張曉月 請問以上這幾個人 哪一個沒升官 所以道理很簡單 好 我剛剛看到呢 線上有網友講了一句說 搞不好搞出戰爭宣佈戒嚴 不用選了 直接一輩子做總統 這個有沒有在蔡英文的選項當中啊 他要宣布戰爭沒有人會理他 因為他毫無公信力可言 人家會以為他又在講1.5個博士 這倒是有可能喔 沒有人要把他講的話當一回事喔 現在的現況就是如此啦 那不論說到時候最後 人選如何 但不論如何 現在就看接下來所謂的 非綠大聯盟的整合啊 到底可以整合成什麼樣子啊 不然依照現在的 我跟你講賴清德 如果真的要搞笑的話 賴蓬佩 賴蓬佩 不是狠狠打臉蔡英文嗎 又拉攏中間選民 還可以拉攏論文門開箱的選民 還可以吸引一部分的中間 跟國民黨的選民 你不覺得嗎 馬上民調就到五成賴蓬佩 然後蔡英文就當場暴斃 你不是一箭雙雕嗎 結束戰局 這個不錯吧 因為我沒有被恥夺公權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競選 可以啊 不錯啊 好不好 好 把這個也記上一筆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內集剪下來送給賴清德競選總部 我剛剛其實一直 剛剛看到蔡英文那個畫面在跑 我其實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想得有點出神了 我一直在想說 看著蔡英文這幾年 然後是不是應該要拿 彭P跟蔡英文 就是把這個蔡英文的這八年 我們也不用八年 我們要把這四年 然後跟彭P的這四年 拿那個照片 你知道排成一列 按照時間去排 那感覺就是 一個走上坡 一個走下坡啊 雖然彭P的身分是被通緝 但是眼看著就是 越來越榮光煥發 最近又更加精實 銷售了不少 然後蔡英文的話呢 這個我們之前節目上 聊過好多次喔 她的那個狀態真的是 肉眼可見的越來越糟糕 你說整個的人呈現出來的感覺 真的是狀況不太好啦 對啊 一個國家元首 這樣子呈現出來的狀態 我不曉得是能夠帶領一個國家 就是走向更新盛嗎 我不覺得啦 所以我覺得一個領導人 他的整個呈現出來的 你講氣質也好 氣場也好 絕對是重要的啊 彭P應該看人看那麼多 應該也是一看就能感覺到 一個人怎麼樣吧 我隔空看診啊 那個衛福部不要開罰我 你注意看那個蔡英文 她的臉是浮腫的 就是不是胖瘦的問題 她的臉有那種 不太正常的浮腫 所以我在判斷 她的腎臟功能可能不是頂好 可能是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我要勸這個蔡英文 早睡早起半夜不要一直 沒事跑起來尿尿 還有紅酒不要喝太多 好嗎 這是你通緝的 彭文證給你一點中骨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益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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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維 冷水 冷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